欢迎订阅我的名字 欢迎订阅我的名字 嗨,这次来介绍一下法国著名的凡尔赛公 还有凡尔赛花园 记得前几年吧 有一个突然流行起来的词语 凡尔赛 就是低调的炫耀之类的吧 参观完之后非常理解 为什么要用凡尔赛来表示炫耀的意思 从荷兰开吃到凡尔赛大概要4个多小时 但是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 中间休息了一下 而且这个凡尔赛公前面还有挺大一块地方是可以停车的 现在疫情比较少人 停车没有什么问题 这是凡尔赛公的正对面广场 当时已经没有那么多人了 当时已经没有那么多人了 因为没有什么时间 我在排队的时候 我在排队的时候看到凡尔赛公的背面已经被震撼到了 从入口处一进来 左边就是这一个花园还有喷泉 真的很大面积 很难想象四五百年前 他们是怎么建造的 一定花费了很多人力物力 但是看到花园这么大 但是看到花园这么大 就可以知道以前的人民被果丸 在那边去了 到处都是拍照的地点 雕树啊 或者一些铜像都很有特色 那一天 我是第一天在法国 第一次看到这种巴洛克风格的建筑 还有这个花园 所以我觉得很震撼 而且很新鲜 后来我在法国待久了 就觉得有点麻木了 但是第一天 在凡尔赛花园的时候 我还是很兴奋的 这是有名的喷泉 走在大路上 发现原来这里自带背景音 我觉得蛮有气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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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另外一个有名的太阳神喷泉 可是离得有点远太大了 所以又被光 有点拍不清楚 只好四周走走 再试一下拍 这是花园的中轴线 其实两边还有大大小小 十几个十几个不同的园林吧 但是都没有进去看 真的没有时间了 而且到后面真的走累了 走了两万多步 走不动了 只好在中轴线 走一走又走回去 那时候五六点 很多人在楼梯上坐着 看着太阳 我觉得外国人都还蛮喜欢 看着夕阳下山的 看着太阳光 凡尔赛宫的位置选得真好 夕阳夕下的时候 就变得更好看了 金光闪闪 原来这就是巴洛克的地方 特风格 第二天我们又到凡尔赛宫 打算用一整天来参观 提前买了票 但还是要排队 看健康码 还有检查行李 这就是凡尔赛宫的正中间了 穿过这里 要从另外一个入口 从右边开始参观 移进去是一个教堂 你看那个天花板 我一直在抬头看 好累 这是普通的走廊 也很好看 还有卖纪念品的地方 这是刚才的教堂 现在在他的二楼 看就可以更近的看到壁画 但是凡尔赛宫是和花园一样的 很大很大 所有东西都很夸张 而且真的 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角落 都不是敷衍料式的 很多房间 天花板的壁画 都是要用一两年才能完成的 这里会免费给你讲解器 也可以在手机下载 这样你就可以听到 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房间的历史和故事 这是国王寝室 其实我看着那个床 还蛮小的 听说 华尔赛宫虽然很繁华 但是保暖功能还蛮差的 冬天会挺冷的 这是有名的静厅 一面是面向花园的 另外一面是有四百多块镜子 组成的十七面巨大镜窗 这里是经常举行盛大化妆舞会 潮进仪式和接见外国使节的地方 而且天花板还有二十四巨巨大的 波西米亚水晶吊灯 还有歌颂路易十四太阳王的功德的油画 静厅 静厅的另一边是王后套肩 相比国王的感觉 更明亮一点 而且 花花草草的 也很好看 还看到了这幅 拿破仑在凡尔赛宫为自己的皇后加冕的油画 凡尔赛宫真的很值得来 去完之后去哪里都觉得一般般的 就这样咯 拜拜